一直流鼻涕怎么治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 龚龙岗 西安市黄慧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人医师 一直流鼻涕也分情况 如果说小孩 他就是这种 对于外界反应刺激比较重一点 稍微一点热的 凉了他的流点鼻涕 我们用点外用的海盐水 冲洗冲洗 减弱他对外界反应的能力 降低他的敏感性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好办法 但是呢 比如海盐水冲洗冲洗 又对小孩没有损伤 又不是口服的药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 有必要用一下 治疗一下也是可以的 因为鼻腔的情况 它无非就是流鼻涕 要么长脐肉了 要么有过敏性反应了 这个我们要对症治疗 鼻涕很快就少了 如果排除这种情况 它单纯的流鼻涕 我们是不需要处理的 也不要去给它吃药 它很快 自己会随着年龄的增大 随着季节的变化 它会好得多的 不必要过多 担心 它也不会引起 其他的疾病 鼻腔的单纯的 流一点清鼻涕 这非常正常 因为鼻腔它就是一个 有分泌物 有被状细胞的 粘膜存在的地方 它就容易 对外界的刺激 因为我们外界来的 冷空气热空气 都要经过鼻腔 口腔 这些气道里面 它对这种刺激的 一种反应 流点分泌物 这是很正常的 只要它不引起头疼 不引起龙鼻涕 没有全身的症状 这种我们就不需要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